有一個牙痛的人啊 去拔牙 他跟醫生講 醫生啊 你怎會賺錢啊 你三秒鐘就賺了 一千五百塊台幣了 這醫生就跟他講 如果你願意的話 我可以用慢動作幫你拔 拔牙不能用慢動作的 前幾天去煎血 煎血車上寫著 煎兩千五百cc 送牛奶 煎五百cc 送手錶 我好奇地問護士 那我可以煎一千呢 你可以送什麼 那醫生講送急診 結婚了三十年的老夫妻啊 慶祝紀念日 然後到日本去旅行 晚上睡在溫前的民宿 睡到半夜 老先生突然緊緊地抱住老太太 這輩子太短了 老太太很感動 掉眼淚 這是緣分啊 老先生講 什麼緣分 這輩子太短了 蓋不到腳 在高考的前夕 老爸打電話給兒子 兒子啊你放輕鬆 別緊張 好好地考 好 我已經幫你找好關係了 雖然有後台 但是你還是要走一遍高考的程序 兒子很高興 我會好好考的 老爸啊 你找的後台是誰啊 你老爸回答 文昌帝君 男朋友對女朋友講 我買了四支燕運棒給我的女朋友啊 結果他撤出來 四支燕運棒都是陽性 然後我的女朋友就哭了 還問我 我們怎麼養得起呢 是四個小孩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